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出粉丝涌入留言纷纷喊说我教你 二姐多出来走走如果寂寞了就付出吧 事实上将会缝埋后隐退生活备受关注 你传个简讯问我说要不要喝咖啡 然后就从此没消息 然后又传个简讯跟我讲说 二姐我要寄油饭给你 结果也没消息 去年十月二姐现身周杰仁演唱会 和周董一句讨油饭搞笑对谈 气氛黑的破表 我看到传统技术在那里 这几年虽然没在荧光幕前 但二姐人时常做公益 也时常在脸书分享生活大小事 不管是关心时事 还是出游晒大自然美景 每隔两三天就会发文 2015年封拍后 粉丝其实都期盼二姐在付出开金口 这回将会俏皮逗趣夹娃娃体验照 令粉丝开玩笑说 就连二姐也难敌娃娃极美丽 三连新闻链链是从Gitable 中文字幕提供